欢迎大家收看华尔街电视简报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能源账单可能会上涨17英镑以保护企业 Renessa Amorosi指责母亲对我的钱非常慷慨 中国的房地产市场是否正在酝酿下一场次贷危机 英国经济在8月份恢复增长 今日股市、亚洲股市上涨 关注价格和中东战争等等 请大家收看 能源账单可能会上涨17英镑以保护企业 BBC 英国能源监管机构OFGEM正在考虑一次性提高 每年最多17英镑的能源账单 以防止供应商破产 能源债务的增加归因于增加的批发能源价格 和更广泛的生活成本压力 夏季时达到了26亿英镑 OFGEM警告说 如果供应商破产 消费者可能面临更高的成本和更差的服务 该监管机构计划与能源行业 消费者团体和公众就各种选项进行磋商 包括如何分摊账单上涨的费用 Vanessa Amorosi指责母亲对我的钱非常慷慨 悉尼先驱晨报 歌手Vanessa Amorosi在法庭上作证时 情绪崩溃 她指控有人操纵她的财务事务 Amorosi希望完全拥有她和母亲 Jolin Robinson在她事业初期购买的两处房产 这位歌手表示 她对一些涉及她音乐事业作为抵押品的房产交易 毫不知情 并且不知道钱去了哪里 案件仍在继续审理中 中国的房地产市场是否正在酝酿下一场次贷危机 南华早报 在好时机中帮助管理风险 但在熊市中加速下滑的金融工具的兴起 如资产支持证券 正在复杂化中国的前景 资产支持证券将类似的金融义务如贷款 信用卡应收款项或飞机租赁 打包成可交易的类似债券的证券 这种打包可能隐藏问题 当问题爆发时 银行的大规模交叉持股可能引发连锁反应 资产支持证券的不透明性只会加剧投资者的恐惧 英国经济在8月份恢复增长 BBC 根据英国国家统计局Ans的官方数据 英国经济在8月份增长了0.2% 与预测一致 此前在7月份出现了更大的下降 Ans表示 过去三个月整体上经济试度增长 其中服务业是8月份增长的主要贡献者 数据还显示 英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在7月份下降了0.6% 超过了最初的0.5%下降 英国已经避免了陷入衰退 但对经济表现的担忧仍然存在 今日股市 亚洲股市上涨 关注价格和中东战争 雅虎 亚洲股市在5月20日大多上涨 投资者正在等待美国消费者价格数据 并密切关注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的战争 该地区的股市也受到美联储公开市常委员会成员 最近鸽派言论的提振 斯里兰卡表示 已与中国进出口银行就债务达成协议 解决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资金问题 美联社 斯里兰卡已与中国进出口银行达成一项债务重组协议 这是解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29亿美元援助计划第二笔款项的关键一步 该协议涵盖了斯里兰卡42亿美元的未偿债务 并为该国实施经济改革议程提供了必要的财政空间 斯里兰卡当局希望这一成就能够确立他们的债务重组计划 并促进IMF下一笔融资的批准 IMF上个月推迟了第二笔款项的发放 理由是债务重组进展不足 斯里兰卡于2022年4月宣布破产 债务超过830亿美元 其中超过一半是欠外国债权人的 奇亚的新电动车系列包括可以变成卧室的汽车 彭博社 奇亚汽车发布了一款 名为EV5的紧凑型电动运动型多功能车SUV 目标是面向迁徙一代家庭 EV5的中国版本将提供530公里330英里的续航里程 配备64000瓦时电池 而长续航版将提供720公里的续航里程 配备88000瓦时电池 奇亚还展示了两款概念车 EV3和EV4 作为其计划的一部分 计划推出售价在35000美元至5万美元之间的更小 更实惠的电动车 该汽车制造商计划到2030年销售160万辆电动车 并计划到2025年拥有8个生产设施 以实现这一目标 中国国有基金购买股票 以支持该国最大的银行 日经亚洲 中国国有基金中央汇金投资 有限责任公司自2015年以来 首次在公开市场购买了中国四大国有银行的股份 中国工商银行 中国建设银行 中国农业银行和中国银行都发表声明 确认了这一购买 并表示中央汇金投资 有意在未来六个月增加其持股 这一罕见举动提振了股市情绪 四家银行的股价在早盘交易中上涨 然而 一些分析师对这一举措的长期有效性表示质疑 考虑到当前的市场情绪 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让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新闻摘要 首先 英国能源监管机构OFGEM正在考虑 提高每年最多17英镑的能源账单 以保护能源供应商免于破产 这可能会对消费者造成一定的负担 但也是为了确保供应商能够提供更好的服务 和更稳定的价格 接下来 歌手Vanessa Amorosi在法庭上指责有人操纵她的财务事务 并希望完全拥有她和母亲购买的两处房产 这是一个令人心碎的案件 我们希望她能够找到公正和解决方案 中国的房地产市场是否正在酝酿下一场次贷危机 资产支持证券的兴起使得中国的前景变得复杂化 这种金融工具的不透明性可能引发连锁反应 给投资者带来恐慌和担忧 好消息是 英国经济在8月份开始恢复增长 这是一个积极的信号 服务业是增长的主要贡献者 这表明英国经济正在逐渐走出衰退的阴影 在股市方面 亚洲股市大多上涨 投资者正在关注美国消费者价格数据和中东战争的发展 这些因素都可能对市场产生影响 所以我们需要继续关注 斯里兰卡表示已与中国进出口银行就债务达成协议 这是解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资金问题的重要一步 这对斯里兰卡来说是一个好消息 也是对中国与斯里兰卡合作的积极反应 最后 奇亚汽车发布了一款名为EV5的电动多功能车 它不仅具有出色的续航里程 还可以变成卧室 这是一款面向迁徙一代家庭的创新产品 我们期待看到更多的电动车型推出 以上是今天的新闻摘要 我是六博士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 欢迎大家参与讨论并提问 谢谢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举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 六度brave.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 收到六度简报 请不吝点赞 订阅